1992年11月21号 台北市中山区的神话世界KTV 遭人纵火 造成16人死亡 多人受伤 纵火的嫌犯汤明雄 凌晨带着瓦斯桶 跑到KTV门前引爆 造成惨重伤亡 而汤明雄最后也被判除死刑 1996年11月21号 凌晨7点30分 当时的桃源县长刘邦友 在县长官邸中遭到枪击 一共造成8人死亡 1人重伤 至今已经过了23年 但是因为唯一的幸存者 前桃源县议员邓文昌 头部重担导致失去记忆 凶弦仍然逍遥法外 2015年11月21号 国防部和海巡署 在高雄左营外海举行 国军联合海巡署护鱼操演 当时的总统马英九亲临教越 并宣示护鱼的决心 这是马英九任内 首次在海上教越护鱼舰艇